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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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是 要去南湖的 四元崖口的 跟山口走進來 一下子五分鐘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情況 跟 從 那個 叫什麼聖光那邊進去 這品質 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 雖然遠了一點 好像要稍微走走一點 不過 來南湖 總是 從這邊出發 這裡就到了 如果從聖光登山口上來 會接到的岔路 所以說 雖然說從 從 石原崖口那邊登山口出來 進來 時間比較長 但是 OK 好 這邊 到聖光是2.3K 到雲林還有6.9K 然後我們從 石原進來 走了 4.8K 所以說 大概就多走了一倍的距離 不過 從 石原崖口那邊進來 它 幾乎是平的 緩緩的上升 所以說 如果說跟我一樣是 體力比較不好的人的話 那從石原那邊進來 就等於是 用時間換取體力 OK 這也是我喜歡從 石原那邊進來的原因 而且 雖然說是零到 但是 從那邊進來 崩塌的地方不多 需要過的地形 大概也才一兩個 而且 也很好過 好 OK 這裡就是 6.8K的登山口 這邊的 空地很大 所以說 可以在這邊 紮椅 把這個鐵罐 丟人去燒 這是全靈大鏈鋼嗎 好 這邊到 寫著 到雲林山莊 還有4.9K OK 好 這裡是 8K 就是到了 松楓嶺 距離 雲林山莊 3.8K 好 從這邊繼續過去吧 12點56分 吃 一口牛腱 跟 一份行動糧 好囉 這裡就是 所謂的 木桿安部 這邊是 往中央間西 跟 雲林山屋的岔路 南湖西山屋 1.7K 反正就是 往 中央間西的方向 這是 雲林山莊 就是 往 南湖大山的方向 步道登山口 4.3K 這應該是從 剛剛那個 0到6.8K 開始算起 好 接下來我們要從 這邊下去啦 在下溪谷的時候啊 會有這種 釘在石頭上面的鐵桿 然後 拉著繩子 OK 不過呢 我們要 小心 在拉的時候 尤其是要直接拉鐵桿的時候 要看一下 因為有的鐵桿呢 可能它 的位置沒有辦法釘 所以說 是活的 那如果說整個 力氣放在上面的話 就 可能會有危險 其實我們在 呃 爬山的時候 山裡面的繩子啊 或者是一些 人造的一些東西 其實甚至是我們要搬樹幹 那些都一樣 那些都一樣 呃 搬之前 要先試試看 它是不是 很穩固的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到 南湖溪啦 好 過溪的點呢 就在 這邊 從這邊過去 然後 雪的這邊 上去 到那邊 OK 就可以到 南湖溪 好 那我們到這邊 要取水 因為我知道 這邊會有 洪水源 所以 我起燈的時候 我的水 就只有 杯 500 就只夠 我喝到這邊 就可以了 當然 也是因為我對這邊的 呃 路況很熟了 因為 人物很多便 所以 我大概 把握度很高 如果說是 不熟的地方的話 我大概就會 多便個500個 杯子 水這樣子 好 我先過去 1點52分 到南湖溪 水剛好喝 250 剛剛吃了一份 居庸 一份 餅乾 然後 出發前 也有吃 BCAA 跟 電解磁膠囊 好 喝水 大概喝了 700 裝水 裝了 2000 水壺 500 也裝滿 所以說現在的水 是 2500 要從那邊上去 4點10分 吃兩塊牛腱 跟一包Costco的餅乾 4點10分 吃兩塊牛腱 餅乾 1分 2分 3分 3分 4分 2分 2分 4分 3分 2分 3分 3分 2分 3分 4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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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